有没有出现的金正恩 最近过去的五天里面 他连续两次现身 4号的时候他主持防疫的会议 而在最近今天最新的 他祭拜他的祖父带着文武百官 而且大家觉得很吊诡的是 这两次的新闻发布 他的妹妹 这个之前说是女帝 这个金与正 他的画面很难找到他 另外一方面北韩的官媒官网 他现在也把所有之前 骂南韩的文章 一篇一篇把它删除掉 这些讯息这些动作 代表什么 当然很多人会质疑讲说 金正恩现在好像又在付出了 过去那一段时间 金与正所做的事情 难道都跟他无关吗 如果没有他的同意 金与正敢这么大胆的 又要炸这个又要干嘛的 甚至又要骂人 现在一个一个撤毁 第一个有没有可能是在唱双簧 第二个有没有可能金正恩 他其实也有另外 他的不同的想法 因为前一阵子很多人都质疑说 他神隐 这两天密集的又出现 搞不好是不是要给人家 塑造一个乖乖牌的形象 这个当然不得而知 但问题就回来 你知道在7月7号的时候 南韩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做了一个判决 这个判决非常特别 因为被判决的人叫做金正恩 你觉得很奇怪对吧 南韩的法院怎么会去判 一个北韩的领导人说 你这个是要负责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判决 因为这次有两个老人 他们其实当时在参加韩战的时候 因为韩战快结束 他们被北韩俘虏 结果俘虏完了之后 到一个工厂里面去强制工作 那时候讲法是说 强制工作了33个月 那问题是 对 他2001年的时候 脱北回到南韩 结果这两个人提出什么控诉 你知道吗 我去做工做33个月 你都没付我钱 我没有薪水 所以他其实要去讨这个薪水 结果没有想到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居然就判说 好 那个判下来之后 判金正恩败诉 也不是败诉 就直接判说你必须要赔人家 差不多52万元的新台币 结果你会觉得很奇怪 干金正恩什么事 因为这个是第一个 那是韩战 韩战那是当初是不好意思 那是北韩的领导人 而且他们现在司法的治权 也不及北韩 对 第一个是说 那个当时的统治者叫金日成 跟金正恩什么关系 好 我大概把这个东西 稍微解释一下 像你刚刚所说 事实上在南韩的 他们这个所谓的宪法里面 他们根本不承认北韩的存在 就国际虽然都承认有北韩 但是就南韩他的宪法 他表示我不承认 他们认为你这个所谓的北韩 其实只是一些叛乱团体 或者你是跟我政治思想 不一样的这个团体 所以他就把它列入在 他们自己的国家体制里面 这个当然是你自己 一厢情愿的做法 可是这个某种程度 他也是在彰选他自己的主权 这第一个 第二个虽然这整件事情 发生是在韩战的尾声 1953年 可是金日成是谁 是金正恩的阿公 在中国有经过金正日 所以南韩的他的逻辑是这样 沒關係 你冬吹是 你要讨的对象叫金日成 但是你的政权 后来移交给了金正日 所以金正日必须要付 连带赔偿责任 金正日过世之后换谁掌权 金正恩 所以金正恩不好意思 你也要付连带的赔偿责任 所以他是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逻辑你知道 但他最大的目的 问题是他这个一毛也拿不出来 他可能是精神 可能是精神上慰藉他吧 你也不能说是精神慰藉 是精神生理 对 所以这个我就讲 这个在体制上面 因为他的宪法是这样子 作为规定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这两个人其实我这样 他真的什么都拿不到 南韩政府也不可能帮赔这个钱 可是对于南韩来讲 他觉得这个在政治上面 是有他的实质意义的 表示我根本不承认 你这个北韩的政权 而且更代表了什么你知道 我的南北韩其实是统一的吗 我们都在同一个宪法里面 这当然有点某种程度 是南韩一厢情愿的这个想法 可是你刚刚看到北韩你知道吗 北韩在这段时间 也被人家发现到说 他们有很多边境管制的东西 特别严格 比如说之前因为脱北者 不是他们一天到晚 就搞那个气球释放 弄到最后金鱼症 他有理由去炸掉 那个两韩联络办对不对 结果这次据说这个北韩 甚至更下了一个命令 要求说如果大家发现 从天而降的东西 你必须立刻把它干嘛你知道 销毁 要把它给烧了 意思是以前要上缴或干嘛的 现在也不用 你快看就快燙燙 有人讲说是担心说 他那个传单可能会撼动民心 还有人讲说 搞不好他担心什么 担心新冠病毒 还什么那个病毒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接触传染 因此感染 所以根本也不要上缴 可是他最近因为锁国 其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包含他的粮食危机 你知道在劳动党当官员 其实很好 因为他们每个月都有配发白米 甚至连他的家属通通都有 但现在传出来讲说 因为他们锁国导致粮食不够 而且北韩自己本身 饥荒非常严重 粮食生产也不足 所以现在连他的官员的家属 现在官员还可以领 但是家属通通都不能领 可是我刚刚讲到说 金正恩现在看起来 好像想做乖宝宝 到处在这边又撤回这个 可是不是 被人家发现到说 他去看什么建筑公司或什么 表面上听警报 贴那个简报 可是背后大家发现到 他们其实背后的那个模型 居然有什么 在吴仁岛建立了一个 类似青瓦台的建筑物 而且那个高有没有 10到20公尺就长官高这样 迷你版的缩小型的那种东西 你会不会想到之前有 中国大陆对我们的机场 总统府 好像也弄了一个这个 结果现在大家讲说 他有没有可能是要做这个东西 然后这样模拟去炸毁 所谓的这个青瓦台 但问题就回来了 你如果做这个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 你不只是文工 现在有5号的这个意味存在 所以金正恩到底 打什么样的算盘 说真的大家都在猜 中国的水灾灾情是非常非常严重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们的总理李克强 他到贵州的时候 他去看一个坍塌的民宅 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 他并退了他的水户 自己一个人跟着受灾户 他们就是爬到了坍塌的民宅里面 里面都是烂泥趴 而且非常危险 最妙的是 他的身段放得非常软 他甚至在烂泥趴里面走来走去 还划了一跤 他这个政治的堪灾 真的身段非常特别 我们先必须讲 中共的官媒 没有偶然只有必然 绝对没有偶然不小心拍到的状况 只有必然一定要拍到的画面 是一定就规划好要拍的 7月6号 李克强去视察水灾 我们要特别讲 李克强跟习近平两个人走 是不一样的风格 习近平走的是霸道 政极天下 我说了就算 李克强走的是王道 我要走到民众之间 要告诉他们说 我们应该要怎么走 所以你看到画面上 他实际上就在那种断垣残壁之间 在那边跟大家指示聊天 说到底怎么样 看到没有 习近平说了拍到他的鞋子了 沾满了泥巴 那请问现场 我们犯了大错 我们标题挡住他的泥巴的鞋子了 对 实际上那是 这样我们就可能会被 这样特写就有了 实际上你想想看 现场的编导不只是 摄影机会自己就习近平 其实那个画面有点刻意安排 因为一般这些总理上去 他是随风不可能不跟 但是他等于是把随风 并退了之后自己上去 这个画面包括 他有分两个角度去拍 还不知道他差一点 晾唱了一下 这个应该都是有一点设计过 倾听明末就是要这样子 而且这过去都有的 1月27号今年 李克强以这样子高的官员 他亲自赴武汉疫区考察 看到没有 附近的人都穿着防护衣 我也穿着防护衣 你看到的是人民在哪里 他站在哪里 但是你记不记得 习近平那时候去武汉的时候 是在这个街道上走 然后跟楼上的人们在挥手 而且时间点也不一样 1月27号的时候 是在整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习近平是疫情都已经趋缓了 之后才去的 是 好 再来 2016年的时候 武汉那个时候也淹水 他们的画面直接拍到 他脚是踩在水里面的 没有跟你客气 脚就踩在水里面 哪里有水 哪里去 最多就撑伞 而且请注意 他伞是自己撑的 不像以前我们看到有一些 好 这个就我不要再多讲了 自己撑伞 很重要 这才清明 甚至2014年的时候 视察云南 就是你刚刚讲的 因为地上泥泥太多 他穿着皮鞋 走着走着滑倒了 滑倒了手也沾到泥巴 他就直接弯腰在旁边的泥水里面洗手 你说这是不是很贴近民情 所以难怪他之前提地摊经济 因为他接地气 他觉得说地摊经济 才有办法让大家马上赚到钱 可是这一次的水灾 尤其接近高考 所以出现了很多的挑战 第一个 湖北水库 发现了它有地层滑动的现象 半夜除了疏散2.9万人之外 大量的中基距赶快去打底庄 打那个钢庄打进去 不要让你整块边坡滑下去 因为你边坡滑下去 很有可能一体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 变得非常严重的时候 紧急抢救 但除了这之外 我们刚刚讲过了 高考了怎么办 考生要去考试 安徽的考生就只好做散板 然后大家全家人一起往考场走 走... 大家还要撑伞 背着书包制服湿了怎么办 没有办法 还是要去 甚至没有床了 叫怪手直接让大家越水过去 到校园内该考试的还是要考试 然后这些救灾人员 就托这些小艇 把考生送到考场去 天文学家 最近发现了一个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超级大黑洞 它多大 大到一天可以吞掉一个太阳 它会影响到我们吗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